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蒂勒森的前台词是 如果美国无法通过外交或经济压力制止朝鲜 他将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 但是轰炸朝鲜核计划的设想也是个危险的馊主意 即便美国能够神奇地利用一轮打击毁掉整个核计划 朝鲜仍拥有令人生畏的常规炮兵 他们可以对韩国首都首尔发动毁灭性炮击 日本以及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也急易遭到导弹攻击 因此倘若美国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他不大可能得到主要亚洲盟友的支持 日本和韩国知道朝鲜半岛上的战争可能让超过100万人丧生 战争还会把中国卷入其中 值得牢记的是中美两国军队的上次交战就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半岛 另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3月20日报道 3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麦克法兰要求全盘检讨美国的对朝政策 包括政权更迭的选项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不过报道称迄今仍不清楚中国对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接触程度 蒂勒森和中国外长王毅都表示愿意合作解决朝鲜问题 但是如果美国指望中国支持对朝鲜问题采取军事手段 却存在一些极难克服的因素 首先是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 中国将萨德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 并对此表示关切 另一个因素是对朝鲜采取军事手段将会引发动荡 正如人们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所看到的 军事冲突及其后果是不可预测的 即使不考虑何因素 在中国的家门口发生军事冲突 都会带来危险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宁愿选择一种更谨慎的办法 实际上中国已经一再要求重启六方会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